大家好,歡迎來到齋拓dry拓之奇案實錄,我是小A 我是小豆 2019年東京都列馬區發生了一宗命案 一個爸爸狠心殺了自己的兒子 不過這件事在社會上傳開之後 大家反而很同情對兒子下手的爸爸 同時他們又覺得兒子是死有餘故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今天一起看看這宗案件吧 在2019年6月1日,東京都列馬區警署收到一個報案電話 一個男人跟警方說,我殺了自己的兒子 警方立刻說到現場 他們發現屋裡有個中年男人躺在睡房裡 他的胸部和腹部有多數刀傷 身邊還有一把疑似是空氣的菜刀 於是警方立刻將受傷的男人送入醫院 可惜最後他都因為失血過多救不回 警方拉了打去自首的男人 不過令人驚訝的是,他們面前這位兇手竟然是日本的前高官 龍林水產省前事務次官洪澤英超 76歲的洪澤英超是日本旗浮縣一個牙醫家庭的長子 在他出生的時候,日本還在經歷二戰時期 當地經濟蕭條,所以他童年的生活都過得很艱苦 洪澤英超在10歲的時候跟著家人去到東京生活 他家人在那裡開牙科診所 因為技術不錯,診所的生意都做得很好 令洪澤家的生活得到大大的改善 還可以在當地買到大屋 雖然他們家變得很有錢 但洪澤英超和弟妹妹沒有選擇做一個遊手好閒的富二代 反而他們很努力地讀書,成績也非常好 當中有人像爸爸那樣讀醫 而洪澤英超更加是入到東京大學法學院 之後還去了劍橋留學兩年 這個學歷令洪澤英超在當時的職場上擁有很大的優勢 洪澤英超在大學畢業後就順利考入龍林水產省 沒多久他就透過梅隱認識到他的老婆 他老婆境家是做紡織品生意 家境相當富裕 加上他老婆主修日本古代史 都算是一個有文化的大家歸秀 和洪澤英超可謂門當戶對 於是兩個人很快就結婚 洪澤英超的大兒子洪澤英一郎在1975年出生 後來他們又生了個女兒 因為洪澤英超學歷高 而且在事業上又很拼搏 於是慢慢受到大家的賞識 1977年 洪澤英超就因為英文好被調去日本駐美國大使館做秘書 他帶了老婆子女過去美國一起生活 一直到1981年 洪澤英超被調去龍林水產省 一家人先回到日本 洪澤英超的工作很忙 所以平日照顧子女的責任就落在身為家庭主婦的老婆身上 身為知識分子的兩夫妻 怎會不明白在社會上學歷是多麼重要呢 於是老婆對子女的管教很嚴格 而英一郎都沒有讓父母失望 她在小學的時候讀書成績很好 勝中那時更以優秀的成績 考入一間頂尖的私立中學 區場東邦中學 同一時間洪澤英超的事業都更進一步 經過一番努力之後 她已經升到組長這個職位 將來還很有機會升任副部長 在外人的眼中 洪澤英超就是一個事業有成的人 而他們一家更加是家庭和睦 無辭子孝 令人非常羨慕 不過原來這一切都只是假象 洪澤一家的生活 根本就不是大家想到那麼好 洪澤英一郎之所以讀書成績優異 並不是因為她天資聰穎 也不是因為她對學習很有興趣 相反其實她是非常討厭讀書 洪澤英一郎曾經多次在她的Twitter上提到 媽媽對她的管教很有問題 她說如果自己考試成績不好 媽媽就會弄壞她的模型玩具 可見她努力讀書不是出於自願 而是被媽媽逼出來 也因為媽媽對她太嚴格 令英一郎心裡很討厭媽媽 憎到會在Twitter將媽媽形容為蠢媽媽 又說過如果不是怕犯法的話 第一個想殺死的人就是媽媽 另一方面 英一郎升上了中學之後就處處受到欺凌 不懂和人溝通的她沒有參加任何學會 只是喜歡自己一個躲起來打機 那些同學見到她這麼不合群 都不願意跟她做朋友 有些壞的同學更加會在言語上侮辱她 用懸筆刺她 甚至會突然在後面踢她 令嬰一郎上學得很不開心 嬰一郎自小的脾氣就不好 不過小時候她沒有能力反抗 有什麼不喜歡都可以默默忍受 最多都是向媽媽或妹妹發脾氣 但升上喜歡的時候 她已經回到差不多高大 她也開始會用拳頭來反抗 嬰一郎似乎很享受使用暴力來解決問題 例如她曾經在Twitter說過自己 這麼大的人還記得喜歡那時候 第一次打媽媽的快感 而當她試過這種快感之後 她就開展了她的乘魔之路 只要嬰一郎遇到不順意的事 例如在學校被人欺負 她一回到家就會對媽媽拳打腳踢 還會拿點火的打火機或者菜刀來恐嚇父母 據聞她還試過打斷媽媽的肋骨 熊澤英超對兒子的暴力行為都略之一二 不過因為她的工作很忙 經常都要出差 所以她就算知道都沒有時間處理 而且所謂家籌不出外傳 有差不多社會地位的熊澤英超 又怎會想讓人知道自己家裡有這樣的問題呢 所以熊澤英超一直都沒有正視這個問題 只有老婆被打得太厲害 打她向老公求助的時候 她才會回去幫忙制止兒子 英日郎很艱辛地讀到她高中 一畢業她就馬上搬出去住 不過不喜歡讀書的她高考成績也不好 沒辦法像其他同學一樣順利升讀大學 於是對打機和動漫有濃厚興趣的她 就輾轉讀過幾間動畫學校和大學 終於在2001年拿到碩士學位 英日郎一心想找回和打機或者動漫相關的工作 但可惜她找不到 為了生計她也打過幾份工作 不過後來她就索性辭職什麼都不做 每天躲在家打機 童年洪澤英超的事業都攀上頂峰 她被晉升為龍林水產副大臣 不過可惜之後她在處理風牛症問題時出現失當行為 引起社會激烈的抨擊 於是她在這個職位只做了短短一年就被迫退下來 拿著8700多萬日元退休 相當於470多萬港元 退休後洪澤英超就全心投入回家庭 打算補償她作為爸爸的責任 她覺得嬰一郎經常躲在打機都不是辦法 於是就鼓勵嬰一郎參加動漫同仁展 希望兒子藉著參加活動 擴復眼界重新融入社會 為了表示支持 洪澤英超還在身體力行地幫兒子看檔和買雜誌 不過可惜她做了這麼多事都沒用 嬰一郎依然無法融入社會 只是喜歡躲在家裡打機 洪澤英超的失當行為很快就被大家淡忘 幾年後她又重返官場 在2005年被英名為日本駐捷克大使 因為擔心兒子的生活 她臨上任之前特地在親戚公司安排了一份工作給兒子 洪澤英超在捷克時 靠看著兒子的社交媒體帳戶去了解她的近況 誰知有一天她發現兒子在網上不斷罵上司 還聲稱要殺了上司 於是洪澤英超嚇得馬上幫兒子辭了工作 令嬰一郎之後理所當然地躲在家裡 做一個在日本被稱為簡居族的隱情 在2014年 嬰一郎的妹妹準備結婚 她因為終於可以離開這家 不需要再面對這麼恐怖的哥哥 和軟弱的父母而感到開心 不過嬰一郎竟然不抵得妹妹那麼開心 她打去騷擾妹妹的未婚夫 令未婚夫因為怕了她而悔婚 妹妹因為感受到很大的打擊 她終日屈屈不歡 後來更直接了結自己的生命 而媽媽之後也患上了抑鬱症 2015年嬰一郎被診斷出患有阿士堡嘉症 這是一種腦部發展異常所引致的病 患者通常智力和語言能力發展都正常 但他們在社交溝通和人際關係方面 就會出現障礙 例如他們會怕跟陌生人接觸 不會看任眉頭眼睛 不會用說話去表達自己等 他們也會比較固執 例如接受不到新事物 對著有興趣的事物就會沉迷下去 但對於沒興趣的事 他們就會理也不管等 自從嬰一郎被診斷出有阿士堡嘉症之後 洪澤英超兩夫婦更加縱容過兒子 他們被嬰一郎住在一個位於木白 在他們名下的單位 又將附近幾間屋和車位的租金 給了兒子當生活費 就是這樣,嬰一郎即使不用上班 每個月都有大約80萬日元生活費 也就是大約4萬多港幣 這個數目比起同齡打工仔的人工還要高 不僅如此,他連打機課金的錢 都是滾爸爸的信用卡 每個月課金金額就達到30萬日元 即是16000多港元 與此同時 洪澤英超因為擔心兒子不會照顧自己 於是年過70的他每個月都會過去探兒子兩次 他會幫兒子去醫生拿藥 又會幫他打掃家 甚至負責督出兒子去洗澡和剪頭髮 不過嬰一郎完全沒有感恩 他覺得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 他會經常在網上炫耀 例如聲稱自己是不動產管理人 他又會說 我和你們的樹民 由出生開始已經很不同 他也會把自己的信用卡帳單擺上網 跟大家說 我一個月課的金都多過你們賺的錢 而對於爸爸的照顧 嬰一郎竟然說 父母擅自生了我下來 就要擔起照顧責任 直到我死前最後一秒 雖然嬰一郎大部分時間都躲在家裡 但他竟然可以令鄰居不喜歡他 因為嬰一郎要不就不扔垃圾 要不就不按時扔垃圾 或者沒有做好垃圾分類 令鄰居好不滿 單單在扔垃圾這個問題 就令他和鄰居多次起衝突 可能是因為覺得鄰居太煩 嬰一郎在2019年5月25日 就決定搬回去 位於東京都連馬區的家裡 和父母一起住 再次和父母同住 嬰一郎不再只是打媽媽 這次他連爸爸也打了一份 在5月28日 洪澤英超只叫嬰一郎 撿下垃圾 誰知嬰一郎聽到之後 就帶發脾氣 不停追打洪澤英超 又捉著洪澤英超的頭髮 將他的頭葬向牆和家屍 最後還將他趕出花園 要他跪下道歉 才讓他回家裡 從那一開始 嬰一郎就經常對父母說些很恐怖的說話 例如開口埋口就會滑殺了你 洪澤英超兩夫婦都很害怕 為了不要再次擊倒嬰一郎 他們唯有帶著一些簡單的食物 避了上二樓 盡可能也不再下樓 以免接觸到兒子 在6月1日 在洪澤家附近的小學 在搞運動會 嬰一早就被學校傳來的聲嘲醒了 他很生氣 生氣得不斷對著窗口大叫 說要殺光他們 去到下午3點左右 嬰一郎看到樓上走下來的洪澤英超 他生氣的生氣 對著洪澤英超說 整死你 適逢在5月28日 日本村岐市發生了一宗很恐怖的隨機殺人案 當日一個像嬰一郎那樣的簡居族 對著一群等候北的小學生下手 令到18個人受傷 3個人不幸遇害 看著眼前的嬰一郎 洪澤英超不敢想起幾天前單案的兇手 他覺得兒子變得跟兇手很相似 好像真的隨時會殺了他們兩夫妻 甚至是社區上其他人 於是他決定要在兒子釀成大錯之前制止他 洪澤英超去廚房拿了一把 之前在龍林水產傘做事那時剩下的菜刀 走在兒子身邊一刀一刀的痛落他胸口 一直到嬰一郎閹閹一息的時候他才收手 接著他打去警署報案 說自己殺了兒子 這件事在社會曝光之後 大家都紛紛表示好同情洪澤英超 洪澤家的親朋戚友都出庭幫洪澤英超求情 他老婆就哭著說洪澤英超是一個好老公 他將可以做的事都做完 真的沒辦法才會逼他走到這一步 而同事就說洪澤英超一向都是一個溫和寬容的人 一定是有苦衷才會這樣做 他們又帶來超過1600封求情信 希望法庭可以輕盤洪澤英超 不僅如此 很多民眾都寄請願輸去法庭 希望法庭可以判洪澤英超換刑 辯方律師就說 雖然洪澤英超和兒子多年來都是分開住 但他一直都很努力照顧兒子 例如供養他又幫他運工等 即使兒子搞到女兒自殺和老婆患上抑鬱症 但洪澤英超依然沒有放棄兒子 他還會去幫兒子撿屋 為兒子送藥 繼續盡心盡力地照顧他 不僅如此 在他殺了兒子之後 他都馬上向警方自首 而且他對於自己做過的事都感到很後悔 可見洪澤英超值得被同情 不過控方就提出 洪澤英超在案發前曾經在網上找過殺人罪 換刑等字眼 又寫了封信給老婆說 我想隨此之外都沒有其他辦法了 我想找個葬身之地 找到的話就把我的骨灰灑下去吧 鷹一郎的骨灰也是 可見洪澤英超一早有預謀作案 而且他統了鷹一郎36都那麼多 可見他真的很討厭兒子 很明顯是想殺死他 洪方律師認同這案是一個悲劇 不過他認為洪澤英超可以找社福機構或警察去幫忙 殺人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 於是他希望法庭可以判洪澤英超監禁八年 在12月16日 東京地方法院就洪澤英超的殺人罪判刑 判處監禁六年 洪澤英超在離開法庭前 向法官、辯護律師和檢察官逐一致意 而檢察官也叫洪澤英超好好保重身體 去到二審的時候 洪澤英超就說自己是無罪 他提出案發時他的行為是屬於正當防衛 是因為覺得兒子威脅到自己的人身安全 所以才會先下手為強 不過法官就認為洪澤英超沒有受到攻擊 不算是生命受到威脅 所以認為他案發時的行為不屬於正當防衛 洪澤英超是有強烈的作案動機才會做出這樣的行為 於是維持原判 經過這件事之後 日本很多人都開始關注簡居族這個社會問題 我們都特地找了一些相關的資料 結果發現原來我們對簡居族存在著一些誤解 我們經常以為簡居族都是以年輕人為主 不過日本的數據就顯示 原來當地40至64歲的中高齡簡居族人數 竟然比40歲以下的人數多出了兩成 可見簡居族絕對不是年輕人的專利 日本曾經有官員把簡居族高齡化的現象稱為8050問題 也就是指50多歲的簡居族要靠他們80多歲的父母去供養 但這群父母早就退休了 當中很多人都是靠社會津貼過日子 萬一將來這群父母都過世後 那他們的簡居族子女又怎算好呢? 另一方面我們曾經認為他們是因為自己不上進 不想去適應和面對現實 所以才會成為簡居族 但數據就告訴我們自己辭職的簡居族只是佔3乘6 另外有超過兩成的人是因為在職場受到欺凌 或者跟同事相處不到 可能他們想著離開現實一會被自己休息一下 但隨著留在家裡的時間越多 他們就越沒有勇氣重新接觸社會 才會令他們慢慢變成簡居族 亦都有大約兩成人是因為病患 所以才被迫長期留在家裡 如此同時 簡居族也不是我們想的只是懂得打遊戲 其實他們在家裡會做的事 依次序是看電視、做家務和看書 反而打遊戲和看動漫的人 只是佔一個很小的比例 在川崎市的隨機殺人案和洪宅英超案發生之後 日本一些幫助簡居族的團體都收到很多求助 有些本來因為面子問題而不敢求助的家屬 都因為不想他們的子女成為下一個英一郎 而鼓起勇氣求助 求助人裡面除了會是家屬之外 有些甚至會是簡居族本人 當中有人說自己不想像英一郎一樣 但又不知道怎麼辦 又有人說怕經過這件事之後 社會對簡居族的誤解加深 令他們要重返社會就變得更加困難 在這些求助個案裡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不是所有簡居族都按不上進 當中有一部分的人其實是很想走出來和社會接觸 只是因為他們留在家裡太久 一時之間都不知道應該怎樣踏出這一步 雖然日本裡有很多諮詢中心為這班人提供協助 不過當局都承認 如果個案沒有涉及暴力和虐待等行為 他們是很難介入去提供協助 變相是令到一班求助人得物無所用 面對一些自暴自棄的簡居族 我們可能做什麼都是多餘 但對著那些想走出來的人 其實當局是否又應該做多些事去幫助他們呢? 喜歡我們的 記得做齊comment like and 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 那我們出新片的時候 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了 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按150AMB 留意我們的最新資訊和我們互動 下次再見 拜拜